不行,很累,不想做了 大家好,今天就來講講這個6月1號的挑戰狀況 我將我要講的東西寫在這個NotePad裡面 大家可以看看 我當時的希望就是能夠達到6500訂閱 也是我2021年6月1號所訂立的一個挑戰目標 而一年前的訂閱人數我就有1400個訂閱 我當時在直播中也有提到 而一年後的今天也就是2022年的6月1號 就有18004個 那就是說我在一年後我就獲得了14004個訂閱人數 那很遺憾地我在這裡可以宣佈這個挑戰失敗 就是達不到6500訂閱 但我首先要講講的就是6500訂閱這個數是怎樣來的呢 那當時我就覺得5000訂閱呢 5000訂閱的人數就是在舊頻道的 大家如果知道我舊頻道我就有5000多個訂閱人數啦 那再加上我在一年 即是我在新頻道的期望我就可以獲得1500個訂閱的 那所以呢我就將5000加上1500就等於6500啦 那就是6500這個數啦 那但是很遺憾地就失敗了這個挑戰 好我們來下一個話題啦 那下一個話題就是說呢 其實這個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自己太難想導致的結果啦 就是大家都知道啦 我可能... 為什麼我當時舊頻道會有5000多個訂閱呢 就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呢 第一個就是Poke MMO啦 Poke MMO是當時剛剛開始多人玩 香港多人玩的一個MMO遊戲啦 所以呢都很多人訂閱的這個頻道 那是一個很合理啦 但是... 去到後期MMO開始沒有人玩啦 悶樂啦 自己也都被一個官方弱子BAN了 所以MMO這個系列就完全沒有了 OK? 嗯... 還有舊頻道我覺得最主要開始洪的原因 就是因為... 那時候開始玩RPG遊戲 那時候開始玩這個版權危機啦 所以呢... 嗯... 有部份觀眾也是看那個版權危機 所以就訂閱了 或者開始follow我這個頻道啊 也開始了解我這個人究竟是怎樣啊 所以舊頻道主要是因為那兩個原因 所以開始洪起 但是在新頻道裡面呢 新頻道裡面完全沒有一個... 能夠... 令大家... 覺得... 有一個... 連結在這裡啦 就是一個好看的地方啦 所以呢就慢慢開始... 嗯... 沒有人看啊 沒有什麼訂閱啊 沒有新的觀眾進來啊 所以就是這樣的結果啦 而也是因為呢 開始慢慢我也少了很多做一些影片啊 很懶啊 很懶去到曝光 所以就... 出事啦 那... 以前呢 我也有提過啦 這個挑戰呢 主要是義氣用事啦 也是給自己一個挑戰啦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挑戰出現呢 就是因為... 我不想再放太多... 當時我想我是不想再放太多時間在這個地方 對啦 因為好老實說 有些人... 有些觀眾會覺得 哎... 這個Youtube的一個upload 或者上傳Youtuber呢 只是一個... 興趣 是有些人會留言啦 我曾經在直播上都有說過啦 對啦 有些人都會說 哎...這個當興趣而已 對啦 當興趣而已 對啦 但是... 我可以很肯定跟你說 如果當興趣呢 其實真的有些困難 對...有些困難 對...有些困難 我... 對...有些困難 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我做Youtube 一定不會是為了興趣啦 一定不會是為了興趣的 所以... 怎麼說呢 我是一個很義氣用事的人啦 我會覺得我... 投放這麼多資源 投放這麼多時間 一些心機在這個地方 但是回報率這麼差的話 其實當時的我真的會想 哎...不如早點... 早點退出這個市場 然後... 再去打造另一個的地方 再去找另一個地方 然後再去... 嗯... 賺很多的錢 那不就更好 對啦 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 香港是一個很現實的地方 對... 是一個很現實很現實的地方 如果你沒有錢 甚至是... 你沒有一個上進的空間 其實你真的... 怎麼說呢 生存不到的 對...生存不到 那我也是想了很多 所以我就有這個決定 對啦 那我講一講呢 有一個觀眾的留言呢 令我一直一直記起 記到今時今日 記到今時今日 我想... 一年吧 是一年前的留言 對啦 那哪個留言令我最深刻呢 其實就不是一些 鼓勵一些打氣的留言 那它一個留言呢 是一種很... 激進法 我不知道是激進法 還是一種... 嘖... 怎麼說呢 不為他人設想的留言 對啦 我很記得這件事情 對啦 那這個留言是什麼時候出現呢 就是一年前我... 宣佈了有這個挑戰的時候 我就說了這個... 一年後如果達不到這個人數呢 我就會... 考慮停止這個運作的 那觀眾就留言呢 就是說... 唉... 你這樣停止你的頻道 你有沒有為觀眾想過 設想過啊 嗯... 就是這句話 他其實好像打了三大段... 不是... 三大段... 三句啦 三句...三句句子 但是呢 差不多意思啦 對啦 那以前我就會覺得 唉...這句話好像幾有道理 因為... 怎麼說呢 我好像有點... 有點... 有點自私那樣 這樣的想法 但是直到一年後的今天 甚至不是一年後 可能幾個月後 我就會覺得 嗯... 這個說法其實...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呢 嗯... 嗯... 各位觀眾就會覺得 唉...這個... 這個人... 你有沒有為觀眾設想過啊 但我也想問回觀眾 你有沒有為... 我設想過什麼 你有沒有為這個觀眾... 你有沒有為這個直播主 甚至這個Youtuber 出... 出過什麼 對啦 有些會員就會... 就是有些Youtube的會員就很好啦 可能會一些... 支持一些金錢上的支持啦 就是會加入我的Youtube的一些... Member啦 或者Twitch的Member啦 非常之感謝 但是這位觀眾我記得是完全沒有的 完全沒有 就是...怎麼說 他可以說是一個... 只是看片 只是看片的人 我也覺得是OK的 但是那個留言呢 感覺上我覺得真的不是說十分好 對啦 就是那個出發點是錯了 出發點錯了 我不是說一定要你... 就是怎麼說 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就是不一定要你 可能為我付出什麼 對啦 但是你千萬不要加一些鎖鏈在我 對啦 我很討人用一種... 情緒勒索 對啦 去到這一刻 我覺得情緒勒索這一種呢 是一種非常之差的一個做法 對啦 我絕對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留言呢 實在... 有點奇怪啦 對啦 就是我不一定要你有任何的一個回報啊 就是你一定要課金給我 一定要供給我 一定要供給我 對啦 對啦 但是... 怎麼說啊 真的...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看法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是先要有道理過我的人 如果你有道理過我呢 然後我... 哎呀... 哎呀... 突然間不是很想做 就是我收了你的錢 道理完 哎呀... 哎呀... 下個月有新的Pokemon 我道理你買啊 然後哎呀... 一個月後不行啊 很累啊 不想做了 這樣你就有資格說我是... 有問題了 就是你有沒有為這個觀眾想過 對道理作比你 但是你沒有玩到這個遊戲 這樣就有資格說了 但是那個人是... 沒有什麼付出的 老實說 對啦 真的很多的觀眾呢 真的... 怎麼說啊 呃... 我會覺得 如果你真的為這個Youtuber 或這個直播主著想的話 我希望各位都會用一種 友善一點的留言 友善一點的態度 我不是說那個人是不太好 但是我會反問他 究竟你為我做過什麼呢 對啦 我也想知道 對啦 好啦...下一個議題 也是一個最重要的議題 就是對於這個挑戰失敗 有什麼看法 會不會真的會停止找了這個頻道呢 OK 那在講這個看法之前呢 我也想講一講我以前 對於這個地位人數 都真的挺著緊的 就是我會覺得 哎...達不到這個人數 真的會很失望 真的會很失落 然後... 算是一種對自己一個的肯定 就是對自己的努力肯定 OK 但是去到一年後的今天呢 我會覺得 訂閱人數 其實就... 真的不算很重要的 真的不算很重要 有些頻道呢 可能 訂閱人數很高 但是呢 他的觀看人數很低 那導致什麼影響呢 導致了 你的曝光不夠 也都意味著 你收入不夠 因為觀看次數那些 然後看廣告那些 也都是... 你... 能夠在YouTube上 得到分成的一個原因 所以其實你的訂閱很高 都沒什麼用 我其實都滿意 我自己的觀看人數 呃... 訂閱人數都還可以啦 真的... 始終... 我覺得我自己是屬於那種... 慢慢... 即是慢慢累積的一種類型 我不是那種突然之間爆紅的那些 突然之間爆紅的那些 不是說不好 但是呢... 呃... 怎麼說呢 始終流失都會快 真的有很多的... 突然之間爆紅的頻道流失率都會非常高 所以我是那種... 慢慢慢慢累積而成的一種類型 對啦 那至於第二個問題 會不會停止運了這個頻道呢 老實講 停止運了這個呢 其實... 一年前的我真的會... 這樣想的 因為我是會覺得... 做不來 做不來 沒有回報率 沒有回報 真的做那麼久 大家都知道 剪片不是一個容易的事 尤其是如果你加上字幕 字幕是一個... 整條影片最麻煩的地方 字幕是最麻煩的地方 當然如果你有些特別... 特別不同的特效的話呢 就... 另計啦 但是... 字幕一定是影片裡面最麻煩 最麻煩的一件事 如果真的要剪一條... 一個稱職的有字幕啊 有特效的影片呢 是真的有很難的 所以不是真的很多人可以... keep到一路做一路做 然後還要保持沒有什麼回報的一個... 狀況啦 那我可以在這裡宣布 我就不會... 停止運作的 我是屬於那種 慢慢累積而成的一個類型 所以停止運作這個... 所以我應該就不會停止運作這個頻道的 好啦 那來到下一個呢 其實我一直相信自己是一個... 幾有特別... 即是幾特別的一個直播主 我是有變於不同其他直播主的一個... 風格啦 即是有些風格可能是有些... mean 有些串的一個感覺啦 即是怎樣說 這是一個香港人比較buy的一個... 態度來的 即是比較... 香港人特別buy的一種直播風格 就是一些mean啊 你不可以被人串的 即是你不可以被人串的... 即是你被人串的你不會特別生氣啊 然後你... 又會搞笑啊 又幽默啊 然後又mean啊 mean得來你又不會說真的好... 其實這一種人最敗 這一種人最敗 那在這裡呢 我也想提出... 我也想提出一個... 人啦 那這個出色的直播主呢 雖然他現在呢 已經... 都沒什麼怎麼做 但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再看我的影片 應該不會啦 那我就可以說了 那我曾經在MMO裡面的副公會會長呢 副會長 副會長 副會長其實... 都幾符合我說的一些要求 幾符... 他的風格其實似是一些直播主的風格 即是... 現在比較... 不是 現在比較多人受的一個直播風格 也真的我說過 他不串人OK 沒問題 被人串OK 搞笑 會搞笑 會搞笑 會說話 基本上是齊了 最大問題就是... 他開始沒什麼怎麼做了 他開始沒什麼怎麼做了 他有一個很出色的直播主 但可惜他開始沒什麼怎麼做 還有他也有其他缺點 那我這裡不說了 哈哈 好啊 那今集的影片來了 我們下次再見 希望各位就... 未來多多支持 多多指教各位 再見